古人说道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弃 我们要做些事 报复平和 是很危险的事 借助一些工具 工具是人工智慧 微积分式 后来的很多软体 温书处理文软体 还有影片制作软体 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忙 让我们在作业中 如虎添翼 有故障 但是有好的工具 才能够显现出来 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 我们学校可以提供 我们哪些资源 身为福人大学的师生 有这么多好的资源 可以应用 那就不要放弃 虎大的这些软体 是放在虎大的网站上 老师跟学生都可以来用 首先我们是需要去在网站上去寻找 首先要到网路共用平台上去 然后进到福人大学 到福人大学 福人大学呢 进去的时候 学生专用老师专用 因为我是老师 我只能用到师这一遍 点在老师这里 他点在学生那里一样 进去的时候呢 要设定密码 密码呢 adapt adapt就是 ldapt就是学号 还有你的密码 那都弄好了 都key in完了之后呢 账号 学生的学号 还有你设定的密码 很确定 确定以后就到了这种地方来 去地方来啊 是到了我们专有的地方 那今天呢 我们要找软体 软体放在哪 软体放在个人的地方 个人的地方这里面呢 有教职员训练 人事管理 资料维护 职业查询 通信 个人资料维护 怎么办 不在这个地方哎 那在行政吗 在公务吗 在服务吗 不是 在研究吗 在教学吗 也是不对 那在个人的地方啊 这地方是错的 好这个会跑出 通的网络就会跑出这个来 那不要管他 行政吗 在行政 对不起 错了 在行政的地方 共用共享软体下载 行政哦 共享软体下载 那么在进到这里之后呢 再来一次他要求我们输入你的学号 你的号码 那为了保证你不是机械人 你是人 所以他要我们把一个查证号码输进去 我们就照着他的右边 照着他右边这个号码填进去 99700 那个同意上述使用办法并登录 基本上呢 这些相关的规定看一下哦 好 同意以后就进入了 进入以后就到了 福人大学校园共享软体下载 这个地方 但如果你要告诉别人 你只要把这个这个网址啊 copy下来 传真到同学到哪里上面去 他就可以在电脑操作的时候 就直接就找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在电脑网络上 一步一步的作业 刚开始我们叫软体下载公告 软体下载公告呢 他有一些 有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去看看教法中心 最近呢 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事 不过我们今天呢 主要的是要来看我们的软体 有哪些 这里面 有 历年来这个学校 为我们准备的软体 有这个教育部补助的 那么有啊 因为我们需要的 那么所以呢 呃 呃 得积起来的 那这是我们的人工智慧啊 好 教育部补助的呢 微软学生专区 那这是微软的啊 一些软体啊 他这个在家的工作版 那个在学校的版免费购买啊 再下载就可以在家里使用 那这个呢 呃 微软的office office是就是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跟 我介绍啊 在啊 这个叫做啊 斜杠之下我们用微软的好多软体 就可以呢 嗯 做很多事情 那微软作业系统 这个是 是是Windows10啊 Windows36 3啊 微软365啊 什么之类的啊 啊 那么这个 教育部补助的微软程式的 言 这是会 给那个会写程式的人使用的 啊 输入器server 只是如果我们用的是伺服器 是是一个 不是我们的个啊 单一个电脑 是有一个伺服器的 那么是在这个地方 那统计啊 跟数值运算的软体很重要 我们先前不是讲数学吗 微积分吗 那统计呢 就是一个微积分的应用 用来做研究啊 那 资料 的 收集跟分析跟整理 然后去找出它的结果 那 那 防毒软体 防毒软体呢 有个人PC版 有这个 server的 主机的专业版 多媒体呢 多媒体是 是我们的 语音啊 录制电影啊 都在使用的 那 荧幕录影集 制作啊 嗯 这个很重要 这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软体啊 啊 啊 云端软体 我还没有试 其他的呢 有很多 那同学呢 自己啊 再去看一看 那 freeware 这免惠的防毒软体啊 防毒很重要 不然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入侵啊 防不胜 防不胜 防不胜防啊 啊 好 那 这些是种类 种类之后 我们进到它底 暗了它里面之后呢 它就会 它就会 跑到 它到底有哪些 我们所关心的 是这个微软 啊 微软有哪些呢 啊 按 点按之后呢 它就跑到这一幕来 这是教育部 校务 讲的 补助经费购置的微软office 那么学生都可以用 老师也可以用 那进入之后呢 啊 有各式各样的 那我建议不要用太前面的 用中间的 中间的就好 中间呢 是这个 我们是 我们是中文版 那么是简体字 我们用这个 那点了之后呢 它会进入到里面去 这里面都有简体跟中文 就我们学校呢 啊 我们学校啊 啊 有很多大陆的同学来自求学 他们 啊 习惯用简体 那么如果用繁体版呢 他们不胜其繁 啊 下面有几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在安排 工作进度的 的一个专业软体啊 那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就啊 它可以呢 它可以来安排一些时间表 安排一些工作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以后有机会再来 那我们今天呢 啊 重要的 就是到这个 Microsoft的 Office Professional Plus 这个地方 中文版 按了它 它就会跑到里面来 跑到里面呢 就出现 这个 这一幕 那这边呢 必须要 啊 copy 下来 copy 下来啊 好好的看一看 那自己看也一样 这个地方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用 啊 Office 365 那 通常我们买电脑啊 啊 这个免费软体 它灌给我们Office 365 那 这里面就有点冲突啦 啊 所以呢 啊 要 安装一个 移除工序 然后 以管理系统 身份执行 移除这个工序 然后按照 本校所提供的Office的版本 好 我们再回上去哦 这里面有Office的版本 软体不是Office 那么软体作业系统 好 软体作业系统 这里就有 这里就有作业系统了 那么如果你装的是Windows 10 Windows 10 Windows 10 那就不用做这件事 如果你装的是 Windows 365 Office 365 那就要重新关这个 好 那么我们先跳过这个好吗 啊 再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补助软体里面 我们所要的呢 我们所要的是Office 在动作太快 是我们所要的是 是这个 教育部补助的经费购置 微软Office 好 进去以后呢 进去以后 他就跑到这一类 啊 不是 到这个项目里头来 微软工具的作业系统 他就跑到这地方来 那我的建议是 这个是要安装Windows 10的 这错误再回去 再回去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啊 啊 城市软体 固制的软体 Office 这个 好 出来了 那就跑到Office来了 那Office的 啊 现在已经到2021了 哦 那么 啊 19是我们最新的版本 啊 我建议说 啊 要4也可以 但是不用那么着急 先用一下16 啊 16 但我们就用16呢 16啊 啊 啊 就要用这个 我们用的是中文 中文 进去以后 就 啊 有一个他刚刚复杂的 是说 就是说 你如果那个 啊 是Office 365 啊 抱歉啊 就要重新再安装 啊 Windows 10的 下作业栏题 那这是 啊 下档的时候 下载的时候 透过 透过 烧成光碟 现在不用 现在在你的电脑上面 一传到 放在低碟就可以了 那么 再把它解开来 就可以安装了 嗯 嗯 这个 安装时不用细耗 CMS 启用的步骤如下 嗯 嗯 安装好 之后呢 三十天之内 电脑会使用本效有线软体且网络运动自场 电脑必须使用本效有线或无线软体 其运动自场下载使用程式后储存于桌面并安装右键以管理系统生物执行 谈出的市装中有这个sersafe那就可以用了 那使用成功140天以后呢自动连线再验尽合法 以火 那我们这是合法的 啊 嗯 怎么办 这些都读过了 那 啊 这个一个是到学校去借的 不用这么借 那么授权的范围呢 还在校内电脑不含数网 哎 说起来啊 我们用notebook 连纳 你等于也是 都在学校里面使用了 这地方稍微有点业界 那么下载下载软体 安装下载软体 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 那你存到哪里去呢 存到你习惯安装软体的地方 像我啊 在归类里头 那是一种啊 软体了啊 那这个软体呢 我们通常要见好目录了 以便以后呢 可以很快的找到 首先开个档案夹 把资料夹呢 说明这是今天 6月4号 然后呢 雪 好 他这里啊 他建好了资料夹 建好资料夹 在这里打开 然后存档 存档 存好了没 存好没有 要跳开这个 然后到 刚刚 所做的 所做的 那个地方去 看从那里来操作 那我们这个是经过这里 那我们刚才存在6的地方 6的地方啊 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日期呢 在这里就下载了 尚未确认的 现在还在下载 这就是现在还在下载 要等到他下载完成 所以在到哪里呢 在到刚刚的 刚刚的 还没有下载完成 在这里 现在正在下载 慢慢的等他下载 操作软体 就是要有耐心 一步一步来 在这个电脑的操作 我们古时候告诉人说 一些说法可以修身养性 现在的时代是 做哪一种事情 都是修身养性 所以必须要耐心 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来 那现在呢 最有最直接的就是 我们呢 在使用软体的时候 在操作电脑的时候 要有现在人的德性 现在的德性呢 就是一边做 也就是在边修身养性 那像这种下载的时间呢 会要很长 会要很长 所以我们的录影 暂时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接着好的时候 我们再过来 好 那现在我们就是想要 关掉这个录影 那么这个录影呢 有一个设定好的键 我们按F10的时候 这样子经过了 差不多一个都中国 那才把才把这个 download完成 在这个地方 那么download完了 就看左下角 左下角这里 看了download完成 到哪去找呢 这里面按了主键 它就跑出来 在资料中显示 我们就按在 按了它 就跑到资料点 刚刚啊 我就是 就我的方便 把这个软体 都传在第六类的地方 那它是学校的 2016软体下载 它当初都已经做好了 它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它 看到它呢 它已经完了 所以它的整个名称就出来 那它是一个压缩档 按右键 按右键 滑鼠的右键 滑鼠的右键呢 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找到了这个 是 资料夹子所在 它存在这个地方 存在这个地方 怎么办 我们到这里来 开启档案 用档案总管 档案总管做完以后 它就 出现了 出现了我们要的是这些东西 出现的是叫做 setup 这个 那这时我就可以安装 按这个就可以安装 按这个就可以安装 安装完结的方式 我不能再安装 因为我在我这台电脑里头 已经有了 安装会重叠 所以只能做到这里 那安装以后 它会 我们把这个地方就关掉 不能继续往前走 等我们这个安装以后呢 那 就会在我们的 这个叫做 电脑刚开始的地方 它就会出现一个 叫做 office 它特别的软体 它会 它会独立出现 它会 powerpoint 它会独立出现 它不然呢 它是microsoft 到m的地方 到m的地方来往下走 microsoft office 它会有自己的软体 通通会会下来 microsoft office freecat or freecat webster freecat 也起下来 那 microsoft 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好多东西啊 它一下来 就通通 放在我们的 microsoft里头 那 把microsoft office 关起来 总而言之 我们呢 就会有 这么多的软体 可以使用哦 那 这是一个 那 连续的动作 重复的动作 要做 做好几 不同的软体 要用不同的方式 就是去 回到这个地方来 回到这个地方来呢 就是我们 刚刚是 微软的office 那我们还会要什么呢 我们还会要 再往上走一个 往上走一个 往上走一个 放太久 所以现在要重新再输入 那 68973 68973 跟这个数目字 跟这个数目字一模一样 那 同意 就进入 进入 就过来了 后来我们有好多类别 是不是 啊 强烈的建议呢 强烈的建议就是说 啊 补助的软体 统计 Microsoft 软体 微软 学生专区 微软 这个 不只是微软 好 但 嗯 真是 不只微软 好 微软 学生专区有哪些 这个统统是微软 现在不是要找微软 现在呢 要那个 Atobe Premiere 下一步 补助软体 4 5 程式 这都是微软 怎么办 嗯 微软 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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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有哪些呢 多媒体是制作电影的 那 啊 这里面有 非常好色 威力导演 啊 我没有用过 所以 不来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再继续 再继续选择软体 录影机制作 好 录影机制作就是这个咯 这个呢 就是 啊 电影制作的软体了啊 他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 在制作的 另外一部分 在录的 他 他 也不再销售电脑软体 本效情改用其他两种软体 啊 那是 那是其他的软体 那么 事实上 还有一个叫做 PowerCam PowerCam 现在 以前叫PowerCam EverCam 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一个软体 嗯 现在还 啊 还没有达到 我需要告诉各位的 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很重要的一件事呢 是要 是要 嗯 不是微软 他不是微软 可是呢 他也不是多媒体 他是 云端软体 吗 那的不见 哦 云端软体 这个 Adobe的不见 哦 学校已经不给了 已经其他 其他 这个是 无瑕米输入法 字典 这个也 也很好用 也很好用 不过呢 都没有达到 我想要跟各位介绍的 那个软体 嗯 那个软体呢 叫做 Adobe的 Promion 它下载了以后 安装完成 有这么多 有些用得到 有些用不到 特别 特别好用的是 是 是 Akrobat 啊 Photoshop Photoshop 再来 啊 Photoshop 还有 Illustrator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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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位 啊 还有一个 没有 没有在 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 他也非常重要 Akro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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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可以让我们 啊 去修改 啊 别人寄来的 PDF 文献的呢 他就可以变成 回来 变成 Word的 答案 非常的有用 那 他叫做 ACD System 不是 他直接 直接就放在外面 直接放在外面 那有些是 放在一起 放在外面 可是呢 可是 现在找不到他怎么办呢 在我们的软体上 那我再来问问学校 好了 这个非常有用的软体 我再来问问学校 就是说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那个 借用 系统 软体清单 软体清单 只有这几个 哦 这不是统系啊 我们 不会放在统系里面 真的是做研究用的 做研究论文用的 那 做调查用的 那 显示 所有的 很累 啊 只好跟各位说 抱歉 是非常抱歉 既然没有呢 到底放在哪个位置呢 嘶 不住的 微软 学生专期 那统统都是微软啊 微软 window office 再往前面 学生专期没有 在家工作吧 在家工作 也都是microsoft啊 嗯 嗯 那我们在 是以前 登载的 office 那我们这也是office啊 全部都是office 居然没有 嘖 Adobe没有 好恐怖哦 好恐怖 好啦 那是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 抱歉 我再去跟学校 问问看哦 好 那么 我们这个 如何起的软体 在这个地方 算告一段 就是 没有成功的 跟您介绍 后面那个 Dolfi的 Premiere 这一系列的软体 不在这个地方 我再去学校 问问 对不起各位 好 那我们 我再按F10 就要结束这件事情了 好 结束了 好 好 你好 没事 对不起 好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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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